黄疤是一种大米和糯米做成的米糕,引起以槐花子展色为黄色,顾名为黄疤。 打黄疤,一般的年前的农历,腊月,15日至25日,以前家家户户都要打黄疤,一时到来年春天农活忙,用黄疤做煮石块结芳米,二时在零食匮乏的年代,家里的小孩子喜欢打黄疤,拿来在炭火上烤得鼓鼓辣,蘸上白糖或红糖汁,也是一种美味,打黄疤程序比较麻烦, 故一般是几家人一起来做节约时间,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了,自己打黄疤的人家越来越少了,黄疤的做法步骤,一,选煎肥带瘦的腊肉洗净,加清水煮熟后,切成35厘米建方的薄片,黄疤切成0.5厘米,厚铜腊肉大小的片,二,青蒜苗切短,精,夜分开,三,大火干锅烧热,同时下腊肉,干辣椒,姜片解花椒,四,炒制除油,加入蒜苗精炒香, 捞住粒油,五,转小火将黄疤块切在锅中,夹该煎至黄疤,鼓起后翻面剪,两面煎起锅疤后,撒入少量盐翻匀,六,将做法次做好的腊肉加入到锅中,再加入剩下的蒜苗叶炒匀,即可起锅装盘,七,出锅装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